以下节目指标及主持人的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平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好,又到了快说10分钟的时间 这次要讲的是You安眠书店第4季 今次Netflix终于在You安眠书店用了上半部分的形式播放 第一部分,1-5集2月9日上映,6-10集3月9日上映 在开始之前,先讲一讲这个分拍的播放模式 我自己很讨厌这种模式 例如,以前Netflix是Binge watching模式 一季10集,选择2月9日上映,每次上映10集 每次上映,每次上映,每次上映,每次上映 每次上映,每次上映,每次上映,每次上映 它之后就会一轨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 变相有另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拉低了我想看的动力 其实最近某几部剧集都已经开始用这种模式 例如Stringer Things,黑暗荣耀,今次You安眠书店等等 而它现在开始就是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相隔的时间会越来越短 我自己觉得都是没有分别的 尤其是我今次看完You安眠书店之后 我觉得它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模式是毁了第四季 You安眠书店,我自己是粉丝 看了第一、第二、第三季 我不敢说它季季都很好看 我只能说它有一个很成功的第一季 吸引到我,准备看剧都最重要是角色吸引 令到我第二、第三季,甚至乎现在第四季 我都继续追下去 今次第四季 头三季,其实它也是走着 每季独立故事的模式 其实它是说男主角 Joe 发生过的事情,女主角就会更换 第二和第三季 刚好是分享同一个女主角 第三季的尾,女主角也更换了 第四季也是开一条新的故事 它每季都会去不同的地方 而今次第四季,它就去了 首先它是去法国 上一季的结尾,它就说男主角 想找她的心爱的人Marie Ann 去了法国找她 结尾的时候,你也传出过 我们的传册就是 它会不会去Paris找Emily 就可以堆倒她 结果,空欢起一场 也没有可能做到两剧的交叉 今次第四季,它整条线是在英国发生的 第一集,它也解释上季结尾 去到法国的时候做了些什么 它用第一季清除第三季的故事线 简单,其实几个细节 我都觉得足够 而且我都很希望它可以断第三季的线 因为始终我看Yu 是喜欢他逐季讲一个故事 而不会滚下去 今次第四季,它用了透过两集 它就是说当时她去了法国想找Marie Ann 她和Marie Ann是有对话的 Marie Ann的原因是 你是杀人兇手 所以我不再爱你了 就要狠狠地离开她 Joe不是那些变态杀人犯 她的概念是 我是很爱一个人 为了爱她 我就会不惜一切 我要证明我就是喜欢你 而Joe 她仍然和Marie Ann 中间经历了一些事情 就是我要证明给你看 我不是之前你觉得我癫癫的的人 中间也遇上了Alove的 就是一个老爸委派的私家偵探 刚巧那个人也是杀手 我觉得那场戏其实挺有趣的 他就是说 那个杀手跟他说 其实我知道你还不在生的话 我就要怄散你了 但是 我很累了 我不想怄散你了 这个很有趣就是 Joe也是同样的心境 就是 我经过了头三季 这么多事端 我都想证明给Marie Ann 我不是那些随便杀人的人 我都很累了 我不会怄散人 接着那两个人就是 我给你一个新的身份 交差就说你死了 总之就是这样说 两个人谈定数 那男主角Joe 就成功拿了一个新的身份 就在英国居住 这个就是整个第四季的设定 喜欢这一幕的 就是他除了收第三季的尾之外 其实他是说 第一至第三季 这个Joe的角色的成长 其实如果你看看第一季 他是一种很纯情 见到的女主角是不能自拔 接着去到第二和第三季 和Love的婚姻 甚至乎生孩子 其实是影响了他很多想法 而且他会觉得 我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是伤害了很多人 而我是不享受做这件事的 就令到他第四季 本身就是想着我 要在Marie Ann 谁知道Marie Ann 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坏了的人 所以就不理我了 所以我就要很努力去做一个 不是坏了的人 他就说回他在英国 要做些什么 我也要找食 尤其是没有钱 他就找了一份工作 原来大学搞得这么容易做 真的猜不到 我有时候觉得 为什么我的奉工手法 在窮人行论 然后那些叫什么 杀人放火 就上了神台 Anyways 他就是说 我很渴望 我要做一个正常人 我会远离一起烦闹 一起是无 结果 大家都知道 一定做不到 要不然 就不会叫做第四季 Joe用了一个新名 叫Jonathan 在这部剧中 我们的主角 已经换过无数次的名字 只不过我们的认知 他永远都是Joe 他就说了Joe教书的一位同事 其实是一些上流社会的elite 见上流社会 其实他有很多 他们所谓的朋友圈子 其实这个圈子 我自己觉得很影称到 Netflix有一部纪录片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我看了第一季 我都觉得OK 就叫做Bling Emperor 什么吹灿帝国 之后还开了一个New York版 但我看完版 他就是说一帮上流社会的朋友 有些是二世祖 有些是白手兴家 有一两个是他们所谓的 叫做穷人 可能是做模特 或者是自己开公司创业 他也会围在这些很 旋富的圈子 一起去生活 他们的友情是很流 很奇怪 而我觉得在阿眠书店 今次这一季 完全看到这些 他就是说 认识了那帮圈子 过了一晚之后 他就发现他同事死了 在他家的桌子上 这个位置很有趣 正常人来说 很害怕 然后报警 就说有个人死了 然后警察就会捉走了他 但我们这位是男主角Joe 他是经历了无数次 突然睡醒 然后有一条丝在旁边的经验 然后就觉得自己堆垠 所以他就自己埋怨了一条丝 谁知道被真正的兇手 原来不是他杀的 被真正的兇手 就发现了 这个人不简单 然后就调转监视 甚至乎要试试 告诉他 我正在看你 就是这样的设定 其实挺有趣的 你看到第四季 他将Joe和Yu的主持关系 调转了 Yu的意思就是 我每一季监视着的人 叫做Yu 例如第一季 就是Beck的女主角 第二季就是Love的女主角 第三季就是Marian的女主角 到今次第四季 他那个Yu是哪个呢 我们是不知道的 是一个神秘人 然后那种是反转 被Yu监视着他 导致试试 恐吓他 这个转换 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是我们这四年 其实社交媒体的变迁 譬如你说四年前 在第一季的时候 社交媒体都是 我可以看到他们 Facebook Instagram 其实我们就要很清楚 要了解其中一个人 反而看回现在四年后 社交媒体变了些什么 有些东西你很容易看到 但是有些很深入 很私密的东西 你开始不知道 但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方式 就是令到那个游戏更迷离 複杂 第四季 他说回就是 我现在被人监视着 但是我找不到 那个人是哪个 其实以娱乐性来说 我觉得是丰富的 就是头五集 但是他没有了 就是之前看第一季 那些很棒 现在这次第四季 是没有了的 纯粹好像是一套 很简单的一套娱乐片 其实头五集 他就是说 我知道的兇手就是那个圈子 而那个兇手都知道我是不简单的 那我就要去找他出来 就是头五集他会怀疑一个人 然后后来就发现 不是那个人 而真正谁是兇手呢 其实观众一看就猜到 因为那群朋友里面 只有那几个人 特别有那种奸角的气场 我一看就猜到是那个人 谁知道真是后来开股 那就是那个人 说到一季十集 去到第五集 他就公开了那个人的身份 去到这个位置 我就觉得 为什么他分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 是完全失策 因为其实你这样公开了 我是完全没有想追下去的动力 他现在就类似上半部分 就是说我要找那个人是谁 然后去到下半部分 就是我知道那个你是谁 然后我就要和他展开一场正面对决 那我就很存疑 是不是真的做了正面对决 我觉得Jol在今次这一季的设定 他有一个很吃虧的地方 就是他不能见光 他是一个在陰影下的人 今季他很多设定都是和尾光灯有关 我是上流社会 我要面对很多人群 那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真的下半季 Jol会拿到上风呢 我觉得好像是鸡蛋和牆在那边斗 那我就想一下 有什么好看呢 这个书硬 中观回来整个第四季 是正常的 不差的 就是水准没有回落的 但是他少了那种 让我以前U的时候 有一种刺激感 我应该是这样看的 我喜欢看Jol是一种猎人模 而不是被猎的模 看回四季 其实都发现了他有个功识 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渴图 渴图就是类似一些 Jol是会很照顾他的 例如第一季 就是Paco的小孩 第二季就是Elly 就是他鄰居的妹妹 那是Ransday的演员 听闻说 那个女生会再回来 听闻 第三季渴图的角色 就变成了Jol的儿子 虽然他没有什么气氛 但是他也是一个模型 就是Jol会用尽全力去保护他 以及会分享到他在 很严重的一面 而不是很恐怖的一面 而今次第四季 就是一个叫做Nadia的女学生 因为我一看到他很明显 他整副那个 就是我看第一季的小孩的那种感觉 有不同模式的 我发现这个学徒的身份 今次这个就是有少认识的 例如Jol需要找究竟哪个是兇手的时候 即是Ladia作为一个叫做 偵探小说家 他又会给予一些意见 甚至他会给予一些解决方法 或者是给予一些指引 了解到自己的状况 其实在一部剧来说 是需要这些角色的 如果是他有顾及到 去放这些角色的 今次Ladia的位置都可以 暂时是这样 还是要等一个月后 出第二部份再作评论 说时辞那时快 已经10分钟了 拜拜